昨晚美国也公布了最新的通胀数据 6月份CPI按年升5.4% 创08年8月以来新高 高于市场预期的4.9% 按月的升幅是0.9% 都是高于预期的 创了08年6月来的新高 联储局的收损压力有没有再加大了? 市场会如何解读通胀数据? 我想我看市况又不算太大反应 如果大家记得 第一次CPI超预期的时候应该是5月 那时候5月市场曾经跌到1.6% 香港也曾经调整得很深 因为那时候一出个数据 大家没有一个预期在 变成债息一夹上去 那时候大家都在说 这次10年期债息起码夹到2厘 当然了 这个消息消化了一辆之后 去到6月再出CPI其实也是超预期 但你发觉这条街上的反应开始不太大了 可能如果移动又变成没什么特别大的变动 你说好像昨晚那样 已经去到大家都忘记了数据了 我会觉得是什么出数据? 出完数据震一震 可能在汇市债市会有些变动 你说美元会抽上去 债息急抽上去 但是你看到美股刚才也说了 虽然叫做倒跌了 但也是创新高倒跌 而且跌的幅度也不算太大 所以变成从CPI数据影响股市 我想敏感度会越来越低 当然你说你现在的数据这么厉害 是不是接下来要收水? 我想如果大家有跟开新闻都知道 你的处局官员 一向出出来又出出入入 还有他们的口风都未必说很一致 有些就说应该2022要做事了 有些就说2023 我想大家都未有一个一致的口径 我想大家看着数据 其实阿宝威也出来也是说 到时看着数据 看看怎样做人先 还有他们都比我感觉上 都不是太想收水住 我想始终市场难得做得这么好 还有我想经济都叫做 是在摘取的时候 是不是要这么快收水呢? 我自己也有少少保留 再加上你说虽然高于预期 但我又觉得始终有少少基数效应 你见过数据5%等很高 但因为你始终去年还是疫情的阶段 所以我想如果你说比较的话 我想要看下半年 因为下半年真的在说 经济开始慢慢的复苏的时候 这样去比较似乎就会好些了 集结束 一 czy pirate Quốc 一 诺 反目 恋 histoire 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